红颜色 说 这是你们俩谁涂的 我知道 是妹妹 不是我 是你 是你在冤枉我 乐乐 你听我说 那不是乐乐吗 乐乐 你在干嘛 妹妹你看 这是我的画 已经快完成了 就收下最后的红色了 妹妹 你帮我涂一下 我去上厕所了 好 我来帮乐乐涂红色 我来 我走了 有我的大龙 这些乐乐该误会我了 就是这样 是大龙干的 乐乐 你要相信我 是你们大龙 不是不是 乐乐 你要相信我 是妹妹干的 哼 大龙 我都看过监控了 就是你干的 我本想让你自己承认 没想到你竟然还狡辩 哼 我以后再也不跟你玩了 乐乐 你别生气 我再给你画一幅 给你乐乐 现在好了 谢谢你妹妹 哼 大龙 我再也不跟你玩了 不玩就不玩 哼 大龙 你真可恶 你每次都冤枉我 我们还是不是朋友了 我不就这一次 妹妹 你就原谅我吧 妹妹 你千万不能原谅她 你看 这全都是她画的 她还冤枉给你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美术 都是被她画成这样的 大龙 今天的美术作业交给你 你来给大家发下 老师有事出去一下 哈哈 老师不在 我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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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好像有人来了 大家的作业 是谁干的 谁在大家的作业上乱图乱画 是妹妹 我看到了 你们太可恶了 把大家的作业都图成这个样子了 真的是妹妹吗 妹妹不会这么做的吧 没错 就是妹妹 就是她 怎么回事 大龙 我让你给大家发作业 你都干了什么 是你画的对不对 什么 大龙 这是你干的 好啊你 还冤枉给妹妹 看我去跟妹妹说 就是这样 是大龙 大龙 你为什么要在我们的美术作业上乱图乱坏 我 我只是觉得好玩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不会再这样做了 我现在就给你们重新再画一幅作业 我画 我画 这是宁宁你的 我画 我画 这是妹妹你的 我是真的知道错了 你们就原谅我吧 我听妹妹的 妹妹你说 这次我们要不要原谅她 嗯 这个嘛 小朋友们 我听你们的 你们觉得我这次要不要原谅大龙呢 我们下期再见吧 去有作业学校还是没作业学校 当然是去没作业学校了 我进 去有作业学校还是没作业学校 我要去有作业学校 我进 笨蛋才去有作业学校呢 我可不去 好的 等等 中错了 不要啊 大龙 你竟然来了有作业学校 没想到你这么爱学习 不是的 是电梯出故障了 才把我送到这里了 我要离开这儿 不行 大龙 一天只能选一次学校 什么 一百本语文作业 一百本数学作业 一百本英语作业 这就是你今天的作业 这 这也太多了吧 怎么做得完啊 写完这些作业 我肯定又能进步了 我先走了 什么破作业 我才不要写呢 大龙 你还是写吧 只有完成这个学校的作业 明天才能继续选择新学校 什么 好吧 我这就回家写 哇塞 大龙 你的黑眼圈怎么这么重啊 我 我去了有作业学校 你根本不敢想象作业有多少 谁让你要学有作业学校的 我昨天写的就是没有作业啊 都安静 今天换一种写学校的方法 啊 好了 开始选吧 去左边的学校还是右边的学校 我选左边 太好了 是没作业学校 我进 大龙 你选哪边 这 乐乐 你先选吧 好吧 我选右边 啊 竟然是没作业学校 不过我还是会好好学习的 我进 哎呀 糟了糟了 左边和右边都有可能是有作业学校 我应该选哪个啊 大龙 要不我先选吧 好 我选左边 啊 是有作业学校 我进 我 我也选左边 太好了 这次是没作业学校 我进 没作业学校 我来啦 站住 乐乐 怎么又是你 你该不会还有作业要给我吧 大龙 这里是没作业学校 不用写作业 太好了 你先别高兴 今天不写作业 但是要考试 八点考语文 九点考数学 十点考英语 十一点还考语文 十二点考数学 什么 停停停 不要 我不要考试 大龙竟然在教室里睡着了 原来刚刚的都是梦啊 大龙 老师刚刚来发了考试卷子 我和乐乐都是一百分 五十八十分 大龙 你只考了三十分 你想想怎么回家告诉妈妈吧 什么 怎么会这样 我 我知道错了 平时老师留的作业我从来都不写 老师教的知识我都没有复习 所以才会考这么差的 我以后一定会认真写作业的 没想到一个梦就让大龙改掉了坏习惯 伙伴们 你们也要认真写作业啊 我们下期见 开左边的门 还是右边的门 我开左边的门 左边是学校 美美 你希望学校开学还是不开学 那我就选择开学吧 陶子老师上课可有意思了 好 那你进去吧 开左边门 还是右边门 我开左边门吧 娘娘 左边是学校 你想开学还是不开学 虽然我很喜欢放假 但是去学校能跟好朋友一起玩 我要选开学 好 娘娘也进学校吧 去上学了 乐乐 你选左边门还是右边门 我选右边门 乐乐 你选到了家 你要选放假还是不放假 我都选到家里了 当然要放假了 乐乐 桃子老师给你打电话了 什么 电话我接 乐乐 听说你今天有事不能来学校了 对啊 老师 我今天休息 那老师给你布置一点作业吧 记得写完找老师检查啊 什么 这么多作业我根本写不完啊 光经理 我不想放假了 我还是选开学吧 不可以 一个人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 乐乐 你快回家写作业吧 好吧 大龙 你想好了吗 我 我想右边门吧 大龙 你选到了家 你要放假吗 当然要 我这就回家写作业 等等大龙 你的书包还在学校呢 怎么写作业啊 你今天就去学校上课吧 等等 要是我不带书包回家 就能光明正大地不写作业了 我跑 大龙怎么跑这么快啊 回家打游戏去了 这里竟然有一个落单的猛火 猫猫 还不快去抓住他 好的老大 你们要干什么 我饿坏了 你快去给我找美味的水果吃 不行 我才不会跟你们走呢 肯定会有人来救我他 救命啊 你别喊了 现在别的小孩都在上课呢 根本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哼 谁说的 还有我呢 乱了 太好了 你们去上学吗 我选到了放假 在家写作业呢 听到你的声音就来了 哼 你们是两个人 我们也是两个人 今天一定把你们抓走 去给我种水果吃 住手 不要啊 光精灵 谢谢你帮我们 别客气 要不是桃子老师告诉我你们有危险 我也不会来得这么及时 老师 你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我刚刚点名的时候 发现你不在教室 你也没有像乐乐一样请假 能不能告诉老师 你为什么没来上课 我 我的作业没写完 怕被批评才跑走了 大龙 逃避上学是不对的 遇到问题应该解决问题 老师希望下次你能认真完成作业 老师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弹完了 伙伴们 你们的作业都写完了吗 我们下期见 哼 我再也不要跟你做通过了 这些人先不许超过来 你的文具盒抄现了 我扔 你的作业本还抄现了呢 我扔 哼 这都提错了 插号我打 你敢给我打插号 我也给你打插号 可恶 插号插号插号 我把你的试卷上 统统打上插号 我也打 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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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给你写一个流本 我也写流本 哼 诺诺大罗 我们出去踢足球吧 我才不要跟他一起玩 你们怎么回事啊 反正我就是讨厌他 不想跟他做同桌 有同桌是一件 多么开心快乐的事啊 我不信 真的 不信你看我和美眉 早上出门着急 卖了给我准备的早餐 忘记带了 还是 我把我的早餐分你一半 我们一起吃 哇 谢谢你美眉 奇怪 怎么到处都找不到呢 美眉 你在找什么啊 我的铅笔不见了 没有铅笔 我怎么做笔记啊 不就是铅笔吗 我有两只呢 走 给你一只 谢谢同桌 有你真好 下课了 我们一起留在学校写作业吧 好啊好啊 这样我有不愧的题还可以问你 没问题 那我们快写吧 终于写完了 我们快一起回家吧 好 我和年年龄会互相分享 互相帮助 有年龄这样的同桌 我可开心了 我也是 我和妹妹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这次考试 我们两个都考了一百分 我喜欢和妹妹做同桌 所以有同桌 真的非常幸福 好羡慕啊 大龙 我们也来做好同桌吧 之前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都没有帮你 对不起 以后我一定会帮助你的 我做的也不好 以后我也会关心你帮助你 不会跟你吵架 我们也要做最好的同桌 乐乐和大龙终于和好了 好同桌之间就是要互相帮助 互相关心 互相进步的 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好同桌 我们下期再见吧